嗨 大家好 我是三妹 今天三妹给大家带来的是克罗索剧生 在繁华的纽约市中 安妮最熏熏的回到了家中 严格来说这是男友的家 对于安妮一夜不归宿 天天酗酒的行为 男友忍无客人和她提出了分手 安妮独自回到了乡下的老家中 开始资历更生 这时她遇见了暗恋她多年的小学同学大胡子 大胡子带她到自家开的酒吧 请她在这里工作 还给她见上了几个朋友 其中一个小鲜肉最得安妮唤醒 正当她准备吻安妮时 大胡子突然喝住了她 毕竟自己默默当了多年备胎 也没这样的待遇 大胡子有点生气 安妮从酒吧出来时 已经是早上八点多了 回到家中 她看到了一则不幸的新闻 就在刚刚汉锅首尔出现了一只怪兽 造成了不少的破坏 安妮为远在异乡的无辜群众担忧 晚上寂寞的她一个人到公园里 待到了天亮 回到家中 她发现那只怪兽又出现了 怪兽还做了个挠头的动作 安妮突然明白了什么 第二天早上 她又来到了公园里 试着做一些举手的动作 果不其然 怪兽又一次同步出现 并且她的动作和安妮一模一样 安妮把这件事 告诉了大胡子和她的朋友们 只要在八点的时候 安妮进入公园那块特殊区域里 怪兽就会同步在首尔出现 无论她做什么动作 怪兽都会照做 这时韩国派出武装力量攻击怪兽 安妮随手一挥 就把那边的直升机打落了 接着她又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可以想象得到 自己一定压死了成百上千的人 安妮显得非常自责 甚至想要去自首 但是大胡子告诉她 自首并没有意义 警察不会受理的 大胡子还说 昨天出现了一只 和她相关联的钢铁巨人 两人相约着一起保守秘密 大胡子让一家韩国小店的老板 帮忙写了道歉信 安妮就照着上名的字 在地上笔划起来 韩国人民看到怪兽写下的道歉语 纷纷表示怪兽很善良 也就原谅了她 安妮高兴就想放飞自我 她主动到小鲜肉家里过夜 早上起来看到新闻 钢铁巨人正在玩弄首尔的商业区 原来大胡子把这当成了是一种娱乐 安妮很生气的责问她 可大胡子看到 她是和小鲜肉一起来的 醋叫一发 拒绝听安妮的劝告 并且第二天一早 又故意来到公园热市 安妮为了阻止她 和她扭打在一起 当然远在首尔的人看到的 就是怪兽和钢铁巨人在打架 这天前男友跟着安妮来到了酒吧 大胡子主场作战 化身霸道总裁 在自家酒吧里放烟花 把安妮前男友吓着了 林泽之嫌弃安妮和她一起回纽约 可是大胡子却警告安妮 不准离开 否则她就继续到公园里作孽 安妮一抹脑门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在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大胡子还没长胡子 她以为安妮没看到 就偷偷把她做的模型踩烂了 安妮十分生气 地火勾天雷 闪电分别击中了她和大胡子 这时怪兽模型和钢铁巨人的模型 分别掉了出来 安妮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大胡子心中有着强烈的自卑感 她希望能刷存在感 所以无论自己怎么做 她都会利用钢铁巨人胡作非为 可是在现实中 安妮始终不是她的对手 无法阻止她在公园里胡来 于是她想到了个好办法 连夜就赶到首尔 当钢铁巨人在首尔胡作非为的时候 连接安妮的怪兽 反向出现在了美国 大胡子眼妆想要逃跑 安妮急忙将她抓了起来 给了她一分钟的时间忏悔 但是对方却是破口大妈 于是安妮随手一会将她丢了出去 而故事也就这样结束了 这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情感片 大胡子是喜欢安妮的 但是她不仅要占有她 更要享受从她身上获得的优越感 安妮去到大城市打拼 却依然获得落魄 到头来还是要在自家酒吧里打工 大胡子享受着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当安妮和小鲜肉的事情暴露 大胡子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 虽然她没有立场 只要换成普通人 也许因为自卑 也就只能继续默默的当着备胎了 但是此时的大胡子 可是拥有着钢铁巨人的人 巨手偷足间就能操纵着许多人的生死 于是她开始胡来 甚至依次要求安妮继续在她手下打工 反倒是安妮虽然抽烟喝酒还夜不归宿 典型的大家口中的坏女孩 但是当权力在握时反倒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 重视别人的生命 虽然那些人都漠不相关 好啦 今天三妹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哦 爱妞 我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